台東達人鄉因為缺乏就業機會 青壯年人口外流 留在部落大多是老弱婦孺 要去就醫上學或去公家機關辦事 及採買都不方便 在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的促使下 經由一位外籍人士的捐助 有了免費搭乘的巴士 尤其是北山村台圖版的地區 是比較缺少的是交通上的需要 我們這個部落長期都沒有這種接駁車 有人看病還要包車 所以有時候包車比看病的還貴 在排灣足語意思是你要去哪裡 愛心巡迴巴士車身有這樣的字樣 從十月開始 從星期一到星期六早上六點 在達仁鄉六個村落 來回免費接送的服務 一大早台板跟土板早上六點就出發了 然後到大午國中 然後就再回去 再回到台板再開七點半的一些 都是在一些老人要看病的 或者說要到相公所辦事 還是買菜的也都可以做 那如果說成效不錯的話 那捐贈者是有醫院在繼續幫助我們 讓我們居民能夠有更方便的生活 公共運輸礙於成本考量 無法在部落間行駛 現在終於有了一輛中型巴士 稍稍改善了交通的不便 協會表示期盼部落族人多加利用 更希望兩年後還能繼續在部落間流動 接著古六四台東達仁 蔡坊報道